马蒂诺辞职了 说是辞职 其实就是下课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 那其实咱们也应该有这种预感 就是马蒂诺在迈阿密国际 下课是迟早的事 马蒂诺自己说由于家庭原因 个人原因等等方面 不能再在迈阿密国际执教 所以说离开辞职 其实就是背后 迈阿密国际俱乐部高层和马蒂诺协商一下 就是你自己走吧 你对外边说你自己走 这样是体面一点 好看一点 马蒂诺表面上来看 直教迈阿密国际将近两年 拿了两个冠军 这个荣誉很华丽 而且还打进了美国公开杯的决赛 但是咱们明眼人都知道 北美联盟杯怎么拿的冠军 球王梅西超强带队 是不是 短短七场比赛 梅西进了十个球 还有美国公开杯 那也是球王梅西天神下凡 领着迈阿密国际 逆转了信心大体 先是扳平比分之后 又打的点球大战吗 最后在美国公开杯这个决赛 由于球王梅西阴伤无法上场 但是马蒂诺 他执教球队的这个不稳定性 其实从球王梅西阴伤 不能打美国公开杯 这个比赛开始 就已经显现 坐镇主场 迈阿密国际很好的机会 但是呢 却被休斯顿迪大摩呢 2比1 直接冠军 没了 那么在接下来 美之连呢 在冲击几乎赛的过程当中 其实只要有几场比赛 稍微抓住一点 麦阿密国际都是有可能 打进上个赛季 几乎赛 复加赛的 但是呢 马蒂诺在没有梅西的情况下 他对这支球队的指教 是完完全全混乱的 在球王梅西上个赛季 休息养伤的 那最后几场比赛当中 打的可以说是 洗了哗啦的 输得很惨 那么新赛季开始之后呢 咱们也知道 麦阿密国际做出了一些 比较大的人员调整 比如说之前的球员呢 米勒 阿罗约 耶德林 他们都走了 引进的这些球员呢 其实都是从阿根廷啊 巴拉奎 南美联赛当中选择赛 能感觉出来 就是这支球队 他想在新赛季 有一些起色 但是新赛季开始 麦阿密国际 就是防守啊 还不如上个赛季呢 啊场军丢一球 开场就丢球 开赛从二月份 萨恩分那些比赛当中 咱们都知道 球王梅西开场啊 领着这个球队 在落后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 一分钟三分钟 就开始丢球 完了 球王梅西领着这支球队 开始填坑 然后再赢 是吧 那段时间 对球王梅西消耗很大 但是不论怎么样呢 依然牢牢占据着 联盟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 那球王梅西后来养伤 养伤中间那段时间 马丁诺带的还是不错 这个咱们还是有一说一 但是马丁诺 他整大活 他忘了自己的这个初心啊 这支球队那段时间 打得好 你比如说像 卡巴纳呀 泰勒啊 你包括这个罗哈斯啊 还有就像中场的 克雷马斯基 鲁伊斯 这些球员呢 发挥的是比较不错的 这些球员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上了赛季啊 跟随球王梅西 夺得北美联盟杯的 比如说 泰勒 卡巴纳 鲁伊斯 克雷马斯基 这些球员 其实都应该重用一下 但是等到球王梅西回来之后啊 整个迈阿密国际形势一片大好 还夺了常规赛的冠军啊 支持者顿 国一组连 尼凡蒂诺也来了 迈阿密国际还获得了 世俱威的参赛资格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你马蒂诺 把这支球队调教好了 你别整大活 虽然说你防守已经没有体系 没人期待你防守 你把这个球队的进攻啊 你给他稳定下来 只要把这个第一轮 稳稳的跨过去 其实接下来的比赛还是坦度的 因为你有战绩优势 接下来的比赛 你都是出场啊 但是马蒂诺呢 在打亚特兰大这个技术赛 第一轮的时候 三场比赛 换了三个阵子 最最最大的原罪 就是把戈麦斯啊 就是即将要加盟 布莱顿的戈麦斯 放在了边峰的位置上 这太抽象了 戈麦斯无数次证明 这个球员就适合打中场 就是一个攻守一体 非常适合做拦截 插上进攻比较及时 有一脚远射能力 防守拦截身体有对抗 有速度有力量 就是属于这种受腰这种类型的 而且球伤还很高 你就像上两天巴拉圭 打阿根廷那个南美试园赛 就是这个迈阿密国际的 跟梅西一个队的 戈麦斯助攻自己队友 反超阿根廷的比分 但是马蒂诺就是把这么好的一个中场球员 就是给他提到边上 提到左边风 然后他中场重用谁呢 小雷东多 尤其是在前两场发挥特别好的 那个杨尼克尔到了第三场 马蒂诺直接就弃用了 就是专用这个雷东多 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用谁 用泰瑞尔 苏亚雷斯和梅西去打配合 然后坎帕纳上的情况下呢 其实他无数次证明 坎帕纳其实是可以在中场了 或者是说在前面 他打一个自由人 他也愿意参与防守 包括克雷马斯基 鲁伊斯这都是跟着球王梅西夺得过北美联盟杯的 是打过这个点球大战的 所以说这些球员的抗压能力和见过大场面那种能力 绝对比小雷东多想 但是呢 给格迈斯提到前面去 位置上本身就是错位 然后重用小雷东 等等一系列的搜索 包括之前的朱利安 格雷塞尔 这都是马蒂诺的原罪 所以说你本身就不擅长打造球队体系 然后对于球队的这个阵容 一天一变 一天一变 用人十分固执 坏人还僵化 所以说马蒂诺呀 真是猜 没有球王梅西 他早都下课了 拿着特别高的工资 但是排兵布阵 打造体系 却不如美之连拿着那种底薪工资的教练 那你说你不下课 谁下课 你早都应该下课 你都应该自己主动辞职啊 当然这个是自己主动辞职 其实早都应该辞职了 知道吗 所以说对于迈阿密国际来讲 他在有球王梅西的情况下 带队能力已经这么强 球队状态呢 也这么好 却在教练那块栽了跟头 马蒂诺下课是迟早 那接下来的选率呢 你像什么 有报道传出来 什么哈维呀 腾哈赫呀 蒂特呀 浙哥纳哥 还有兰帕德 那咱们就静观其变啊 其实在我看来啊 迈阿密国际不是不擅长打防守吗 其实先选一个 对防守比较有心得的教练 挺好 好了 玩唱歌 对于马蒂诺的下课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